刚才就15分的事儿,现在已经61米了 这民气味老大了,现在 康安小区楼裂开了,太吓人了 都往出推了 咱老做警察了,消防,应急救援 4月27日下午,哈尔滨市道理区康安小区 一居民楼出现墙体开裂,且裂缝逐渐增大 现场画面显示,事发居民楼楼体外出现明显裂缝 且一侧楼体有倾斜迹象 附近居民称现场能闻到明显煤气味 视频一经发出就快速上热搜 更为严重的是,现场弥漫着浓重的煤气味 裂缝不仅威胁到居民的住房安全 还可能导致了天然气管道的损坏,有爆炸风险 据房屋交易网站信息,康安小区建成于1998年 2022年7月27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理区人民政府官方网站 曾发布信息称,经现场沉降检测 改去康安三岛街31号至45号房屋存在极大安全隐患 房屋内及楼上的企业、商家和人员物资连夜撤离 据吉姆新闻消息,官方公布出现安全隐患的房屋 正是此次出现整体倾斜险情的康安小区10号楼 开发商和物业都是哈尔滨平顺公司,产权有70年 这房子建成20多年,按理说楼梯不应该突然裂开 对于这件事,哈尔滨市道理区应急管理局也做出了回应 有记者联系了他们,工作人员说在27日下午6点多就接到了情况反馈 现在楼里的居民都已经被疏散了,相关领导也在现场处理这件事 还有一位知情网友爆料说,其实这房子在2022年的时候就出现过问题 当时测试过,被定为地级危房 但一直没人来解决 没想到现在竟然全部裂开了,这真的让人很担忧 近年来,中国各地频频爆出房屋质量问题 包括房屋漏水、墙体开裂、电梯故障等严重损害了民众的利益 也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 其中,一些问题房屋甚至还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给业主们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困扰 2018年博敖房地产论坛上 绿城房地产管理公司董事长李军直言 一直劝身边的同事这两年不要买房 因为近两年的房屋质量是最差的 维权潮会在这几年出现 中国的监管基本都是马后炮 属于事后监管 开发商采用劣质混凝土 从原材料配比到玉搅拌 再到最后的建设 每一步都会影响混凝土的质量 每一步都应该有系统的监管 劣 制材料降低成本 政策吃紧压迫房企现金流 为了活下去 房企纷纷选择抢工期 赶进度的高周转模式 混凝土的强度一般需要28天才能达到峰值 而往往在此之前 防水层等新的土层就又盖上去了 等到监管方进行抽检 上面都已经又盖好了几层楼了 高速发展留下了种种隐患 腐败滋生 官僚主义蔓延 社会信任缺失 权力缺乏监督 权力寻租现象严重 中国房屋出毛病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 我们一直在问 为什么中国都这么强大了 还造不出安全可靠的房子 凯列漏水 骨炮 脱落 隔音叉 中国的房子越来越多 质量却越来越恶化 这两年拿到房产证的业主们 心里真的有笃定的感觉吗 好了 小伙伴们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喜欢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并分享您的看法 我们下期再见 您的 Chapel 对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